SF-18撒弹导弹发射画面因赫赤海峡冲突,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极度紧张,乌克兰已宣布进入战时状态,乌将军日前提出重新制造核武器,但俄罗斯专家对乌克兰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提出质疑,除了技术与资金问题,包括美国在内的核聚乐部成员,也不希望看到乌克兰加入这一队伍。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10日以勒索和蛊惑人心为其报道称,曾担任乌克兰驻北约代表的彼得加拉书克少将9日在乌克兰观察者,电视台参加直播节目时公开宣称,尽管乌克兰目前没有核武器,但拥有制造核武器的知识储备,组织能力与财政能力。 乌克兰拥有生产核武器的权利,只要乌克兰领导人表现出拥有核武器的想法,便可在极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。 他强调,基辅不仅可以制造原子弹,还能制造出真正的核弹头,目前在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,仍保留乌克兰唯一一家和生产洲际弹道导弹的工厂。 乌克兰拥有美国、俄罗斯和中国都能制造的撒弹导弹的生产技术,乌克兰不应因为害怕国际制裁而放弃核武器的制造。 对于这一言论,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信息分析中心副主任叶尔·马克夫称,乌克兰甚至都无力为自己的核电站生产核燃料。 在乌克兰境内从来没有生产过核弹头,因此它根本不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。 要制造核武器,需要的材料比政治家的想法要多得多,必须要拥有科技基础及工业生产能力。 报道指出,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曾继承了大量核武器,然而在1994年,乌克兰、俄罗斯、美国和英国签署了不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,之后,乌克兰的所有核武器已运往俄罗斯或被销毁。 俄罗斯报时日报道称,俄议员克林采维奇认为,乌克兰在苏联时期就没有独立制造核武器的能力,现在更没有。 他表示,以加拉舒克将军为代表的乌克兰军方,不过是虚张声势,乌克兰其实已经丧失了从苏联继承的制造核武器的能力,在当前条件下,更不用谈论其财力和组织能力了。 而政治分析家费利普波夫也称,苏联时期在地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只是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运载导弹,如果乌克兰没有完善的弹头生产技术,是不可能制造出核弹头的。 此外,这需要庞大的财政资源,乌克兰没有钱,专家认为,乌克兰永远也无法再拥有核武器,包括美国在内的核聚乐部国家,不会容忍新核大国的出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